我们现在看函数的微分 differentials 我们在之前讲这个线性近似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我们看到了这个fx加上deltax 它可以近似的等于fx加上fx这一点处的导户 再乘上deltax 或者说是fx加上deltax减去fx近似的 这是fx的导数乘上deltax 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函数可以写成y等fx的话 那么这个正好是deltay 这是deltay 这是我们在讲线性近似的时候得到的结论 那如果说 我们把deltax写成dx 它也等于x 等于deltax吧 dx就是等于deltax 有时候它是写成x减去x 那么我们把整个这一部分 后面这一部分 这边是deltay 但是deltay我们不等于dy 对自变量的增量来说 我们可以写成dx 那么我们把dy 写成dx 写成是右边这个 那么dy它是等于 在这一处的导数 再乘上deltax 或者是等于fx的导数 再乘上dx 这个我们叫做函数的微分 但是在这里的微分我们要注意的 dx它是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我们知道这个dx它并不依赖于x 相当于是deltax 是什么deltax你的增量可大可小 可它并不依赖于x去什么值 它只依赖于它的增量是多少 所以我们知道dx它是一个independent variable 那么dy 是一个dependent variable 是一个因变量 但是它依赖于不光是x 它依赖于x和dx 这是我们直接直观的给出的定义 那么严格的定义 它不是严格的定义 直观的定义就是dy就是等于fx的导数乘上dx 这是直观的定义 这是直观的定义 那么严格的定义是这样子 我们说 我们说如果fx加上dx它是等于fx加上dx它是等于fx加上dx 加上一个a乘上dx 再加上一个o dx 那是什么呢 当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当delta区菌区菌0的时候 o dx 除以dx 这个是等于0的 那么我们 我们称 我们称 这个 df 它是等于a乘上dx 那我们说它在这一点处的这个微分 它是等于A乘上的DX 这是严格的定义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X0为了区分开来 这是写成FX0 那这个我们可以证明的 我们可以证明的 简单的证明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A 它是等于在这一处的导数 我们可以 所以我们可以去简单的证明 是因为什么呢 FX0加上DeltaX 减去FX0 它就等于A乘上DeltaX加上ODeltaX 然后两边除以DeltaX 它就是等于A加上ODeltaX除以DeltaX 当然说 然后应该说是 应该说是FOR SMALL DeltaX 这个DeltaX要比较小 两边在令DeltaX趋近于0 FX0加上DeltaX减去FX0除以DeltaX 等于这是DeltaX趋近于0 A再加上DeltaX趋近于0 这是ODeltaX 除以DeltaX 所以这是等于A 而右边是什么呢 右边就是在X0处的导数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 我们很多教材上直接是用第二种方法来定义它的Differential 那第三种定义的方式 那我们这严格的定义方式是 怎么说呢 在不管是 我们对第三种方式 我们这种严格的定义方式是 不光是一维的函数有用 对于多维的函数仍然是有用的 是就是定义的方法是一致的 对一维函数来说 可导就等于可微 但是对多维的函数来说 可导不一定等于可微 我们在讲到后面多元函数的时候 偏导数存在这个函数不一定可微 那用的定义就是我们这种严格的定义 但是从这个一维的函数来说 我们知道这两个定义方式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也比较 也比较容易记 比较容易理解 那我们看一下 一个立体 我们看一下这个函数是log3x平方加上1 那因为这对所有的地方都有用 所以说我们没有指定x 没有指定x 那我们就知道 Dy是等于fx的导数再乘上dx 那么我们知道fx的导数等于什么呢 这是3x平方加1分之6x 所以 Dy就等于3x平方加1 这是6x再乘上dx 我们没有指定在哪里点处的值 我们没有指定在哪里点处的值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理题 ando4x的导数 dy等于fx的导数dx 那么在这里是等于e的x方再乘上dx 那么dy当x等于0的时候 它就是e的0次方dx就等于dx 所以在0处的微分 1x在0处的微分就是等于dx 这是我们函数的微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 这个计算就比较简单了 只要回求它的导数 那它的微分就比较容易求了 y是等于x乘上cosx 我们首先看y的导数是等于cosx减去x sin 所以我们dy就等于cosx减去x 3x再乘上dx 这就完了 对导数的微分 它的没什么多少好计算的 实际上跟微分更 比如就是微分 用的地方最多的就是 linear approximation 实际上linear approximation 就跟微分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看到了 函数的增量可以用函数的微分 来近似 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一点 就是delta y 它就近似于是dy 当这个 当这个dx很小的时候 当这个dx 它是等于delta x 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函数的函数的增量 可以用函数的微分来近似 这就是 反过回过头去看 就是我们的linear approximation